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缺席审判 缺席审判也称为缺席判决是在法律案件中 被告未能回应法院传票会未出庭的情况下 法官或法院做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补充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的被告如果说是有合理的理由不出庭 那么法院也不能做缺席审判 但是问题是说这个酒只要嚣张到了既不出席也不给理由 导致法官都没有办法只能做一个缺席审判 我们战友包括香草山给到Sara的这些钱 跟Sara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 不存在没为何战友之间是一个借贷关系 而实际上说他只是一个代理 他是应该根据你的意志把你的钱用作你原来这个就是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你指定的这个目的 而Sara并没有按照就是你的意愿去把你的钱做你的使用目的 所以他的行为就形成了欺账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 也就是说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愿把你的钱借贷给原来应该借贷的那个指定的这个借贷人 那么现在他就有义务要把钱原数归还给你 所以我想这个法理情况我们讲清楚了 我们大家和这个Sara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借贷关系 他只是一个代理 他有义务按照你的意愿去处置你的钱 这是他承诺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怎么做 所以他就形成了欺账